但其實你剛才可否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是怎樣 你找一隻杯箭紙 Panchy有東西針 今集我們針甚麼呢 就是關於見功的攻略 無論是大家見功見過的經歷 或者可能找功的苦惱 都可以說一下 我們今天有三個心面孔 我們先介紹嘉賓 不要忘記了 今天的嘉賓就是Ivan 他就是對於我們找工作 或是見功 其實他可以解答我們很多問題 他不單是出書教人 還會做不同的討論 還可以做一些請人的事 他是高層來的 是 教學教學 所以他最後的重點是高校 Ivan 你本身是做甚麼的 你的見功經歷又是怎樣 我自己過去一段時間 都是做一些美資的投資協會 也有很長時間 跟職業、職業、教育和相關的產業 這真的要好 對 想轉工 咦? 不是 待會我認識 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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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認識 我也認識 你可以教我如何更新這個連結 不 你要教她開連結 我開錯了 我就是Phoebe 第一次上Pantry 歡迎 Yeah 我是Hermes 是MiuMiu的委員 Woo MiuMiu有委員 為甚麼今天有Ivan 又有委員在這裡 其實說一下 我們大家 他之前來In的時候 他覺得怎樣 我InM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是我一定要引到你們兩個笑 最初你看到Trucky 你是未入到這個狀態 對 而且因為很害怕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技巧 例如你會準備一個Portfolio 例如你準備了你以前做的甚麼 或者給他一些東西看 其實你是為了控制他 會問這些東西 其實你寫的CV也是這樣 因為今天Sam也叫我們 準備了幾份CV 我們在座各位 我們四份CV 你把自己的那張出來 對 放在最前 放在最前 這些是CV 所以Ivan 你看完我們的CV 有沒有甚麼評論 對 上當年我第一份工作 都是他見的 對 有沒有後悔 有一點 不 先說一下 沒有後悔 剛才我真的被梁忠誠那張照片騙了 甚麼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頭好像Key下去了 你怎麼這麼瘦啊 你給我把姿勢放出來 你看著那邊 你放姿勢吧 假照片 你P圖啊 甚麼呀 別人的室室給我的 公仔骨骨骨 有兩個紅圈是 連CV都打錯字 我想問這個Template 其實你是否在澳門那裡Copy 對 853 因為我的電話是853 你這麼容易啊Sam 我問澳門朋友Copy 你怎麼買那份啊 你讀書人大學的 你借人大學 借人大學 好 接著另外 Bibi也有照片 這個就正路好多 我想補充他當年拍過這條片的 他當年拍過一條自我介紹的片 那條是人生最尷尬的片 最尷尬 然後我們這部是不是會播放 Domin Jassy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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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Kong Kong Cy I HH Okay Hey Honey, 回答, 收入你, 哈拉 我覺得好像Phoebe這份 很精簡 Phoebe可能相對是senior一點 其實沒有列出自己的career path的progression 可能你是做得很好, 練習也升職 但其實沒有reflect出來 我其實很難知道過去一段時間 你從什麼崗位做到什麼崗位 不一定會列出工作內容是什麼 但是列出了那個path出來 讓interview 或者看到的人會知道 其實上一間公司也很看重 即是很短時間升職 對, 都是一個positiv side 對於Hiring Manager 因為他現在只說了他最後的領域 最後的領域是什麼 我有問題, 通常我們寫的時候 那個path要多長才是appropriate 那可以看看Trucky那份 他那份真是多長, 有三、四頁子 然後 好看你覺得那個經驗 對於你這份工作的relevancy 即是相關性在哪裏 例如可能 說機心的 但後面那兩個問題 不特別說 可能以前有做過一些part-time 即是一些salesperson 或者一些store sales 其實對於你這個interview 還有沒有關係呢 再看看敏儀的 我覺得其實這份是很好的 不是, 他有些東西很好 就是他的description 會做很多quantify的東西 給很多數字出來 這個其實我是認真 很容易量化 量化是很重要的 我會知道你做過的東西 實質的成績是什麼 以及數字 你不覺得他通常是eye catching 看到7、2至4 1.3mm 對, 1.3mm 其實很容易先看到數字 對呀 所以這些是很好的skills for一個CV 去讓別人 獲得多一點 attention 不過這份有少許不足的 就是我覺得太factual了 即是沒有一些personal的東西 即是你…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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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反而是阿Sam那份有出現的 雖然他前後有些改善空間 但他有一段很長的個人 summary 那段跟他的工作內容 未必完全有關係 但他會說自己享受什麼 自己對於什麼充滿 passion 其實我覺得這些personal storytelling 都是重要的 即是先回答 很多公司其實他想請cultural feed 但有沒有說可能什麼款式會比較好 譬如你用一個vorder 還是用像colorful的chucky 有一個後尾枕的 有一個後尾枕在那裡 但有文字 我覺得需要性都很大 因為很多特別大的公司 現在看CV未必是人手 看他找那部機器看 即是first round的screening 有機會是一些AI、robotic 去完成先的 看keyword 所以這個就… 只是看到… 我輸光了 有紅色、藍色、黑色 真的嗎? 有機會的… A-ROR 404 E-ROR 你真是出色 出色… 只是出色… 我只能出色… 只能出色… Analysis 還是出色… Analysis 還是出色… 我在這裡… A-ROR 404 E-ROR 是很colorful的 很信心 很信心 personally 我很注重那個format 即是一看下去 信不信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也預期會在CV裡面 可能見到一些 個人一點 關於自己的 aspiration 或者未來想做什麼 這個我覺得是重點 Factual 的東西 我喜歡一些人 是quantify 多一點 即是你給多些數字 去告訴我 到底你以前做的 達到什麼效果 用數字來形容 當然我覺得 include一些 例如你的linkedin profile 這些 domain 可以讓我再了解你多一點 即是再加深一層 去了解你的人 甚至乎你平時的 activity 你平時 post什麼的 或者你平時跟什麼人聯絡的 這些其實對我來說都是重要的 Hermes 你見到我們 有什麼感覺呢 Hermes 你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這條毛鱔在這裡 問話這麼奇怪 因為Sam問的問題很古怪 雖然說我說話不害怕 但你始終見功你都很怯的 加上一開始Chucky來的時候 起唱 總之來到的時候 就見到Chucky有點害怕 但是Sam進來就有點嘴 然後就跟我聊天 變成聊天 我最後就放很多 這個唱得多好 叫做一個Castle 對 因為我們本身看了你 一個自我介紹片 我們覺得 都很愚蠢 是不是會剪掉下去 我都很喜歡吃炒麵王 他下面有個炒麵王 人家很正經地開會 他在下面 拿個炒麵王 看 我看到你知道 年3月沒有讀完書 竟然又那麼散 還要住在中大 以前那個中大 中大來坐 好遠的 你真是 我都可以 怎麼知道 我都可以 一滿正經度 我心想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否只有當下 我決定 不如扭一扭 讓你突然間 突然間 會激發你的真面目 我就說 Permis 如果你要做這張圖 表達南昌一號 你要買這個樓 你會怎樣做 然後他的回答 令到我覺得 不行 你是笑出聲 他真的要來 對 我最後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 南昌一號是怎樣的 但我看到樓樓很高 我就說 不如Key的A進 我頭上樓的頂上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因為我結束了 然後Chucky叫Sam 就送我搭升降機 然後 我想站起來 其實我是 一個這麼高的女孩 來… 來… 這樣的時候 然後Sam就看著我 你這麼高 我看不到你的頭頂 然後我就蹲下 讓他看我的頭頂 但Sam 其實這裡在座 所有人的頭頂都看不到 真的嗎 不要害怕 我們全部給他看一次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話題其實都很可以帶出 就是這種有趣的 interview的過程 其實對於無論僱主 或是candidate 都是一個挺好的經驗 對… 因為這種過程其實很帶出 所謂的employment culture company culture 你又可以測試到 到底是否符合你的company culture 其實作為candidate 他都在這個 interview的過程中 在判斷這間公司 是否適合他 這麼古怪 叫我想這些 幸好你問了這個問題 不然他就選了另一間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的我終會選miu miu 我的朋友也有很多奇怪的題目 他最搞笑的是 可能跟古人吃飯會選哪個古人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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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糟 其實除了hermus 我們還收集了不少覺得 in人或被人in的奇怪經歷 例如 朋友見公司 老闆竟然沒有穿衣 見公司 緊張到入錯了廁所 有求職者見到英文試題後 問我有沒有中文版 做完一小時 whiting test 之後發現給錯了另一個 position份卷 結果又要多做一個小時 因為我在旁邊上班 立即問我 你待會否能來interview 剛好這裡是迎新party 我記得 我們全部出花園 喝酒 不是 我先跟阿姐聊天 先聊一聊 阿姐問我 你忘記了interview 還是忘記了喝酒 阿姐問我 你能不能喝酒 我能喝酒 突然多了一個人 你好 那些 大部份很有興趣做的工作 都會基於那間公司的性質 而提供一些CV而發表 例如我做過電台 我會剪一條聲音去見公司 我做過雜誌 我會製作一本雜誌 去見公司 我會做舊公司 因為不想做 就收到一些東西 就收了 有些單據 包裝是說 我有甚麼事項 加上值多少錢 有一個預期期期 然後有些訊號 有些訊號 有些訊號 就是我的電話號碼 其實突出了一點 就會令人印象深刻 一張按下單 就會令阿姐的印象深刻 令人印象深刻感染 就是做得好 阿姐來了 阿姐來了 很用心想 這個想了很久 為了上次舊公司 我想了幾個通宵 然後才發出這個CV 幸好阿姐 謝謝阿姐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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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我為何會聘請 不知道 我想問那時有多少人 很多人 我想說你揮下了很多人 那是馬拉松式 一個星期見了三、四十個 還有很多都是CV很漂亮 尤其是名牌大學 希望沒有打掃子 對 但我記得Phoebe那天 她一走回來 她說 我覺得這裏可以聘請 是興奮狀態 對 是興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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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即場問答 有點creepy 小心 注意注意 開始沾沾 我很喜歡你一個位置 是你講的很直接 你沒有包裝 雖然你是有騎餌的位置 那時阿Sep 是不是這樣 跟你一樣 我記得她是有這些笑動作 她一思考的時候 就這樣按一下 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蠻特別的 但你一邊說話說下去 我就覺得其實是很真誠 因為在我們這行 我覺得真誠和態度是最重要的 Skill Set 都是其次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interview 就算可能就這樣聊一個小時 你都不是真的很了解那個人 所以我就準備了 可能五至十條去答 問你你最開心是甚麼 最不開心是甚麼 對呀 這樣那些 對呀 還有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人 為甚麼評價自己 即是比較個人的東西 但我收到這份東西之後 我又覺得 嘩 因為其實我覺得 好看到那個人的性格 是怎樣 對呀 你這份東西很加分 首先呢 還有真的看到她的特質 對她的性格 對她的性格 但又未到 為虎身持強雪壽 俗稱叫春的 好提你平時寫的東西 對呀 對呀 但是就是阿姐很強調 說我其實看見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想 她說她看見我覺得 是我個人很不屁聲 這樣說 然後她說正常 可能interview 就不會聘請我 MiuMiu她就評理為第一個 她遇見過戰鬥力最高的人 你有沒有見過五個 特徵是五個客人 是一來的 你聽到就覺得她是很服的 那麼第五位呢 就是通常問一些 招聘廣告已經有寫到明的東西 那麼我自己會覺得 這種人通常都是對於 教育的粗心大意 可能一有問題就會問 自己不會去探究 然後呢 第四位呢 就是在interview的過程裡面 她的答案會是 沒有問題 沒有意見 想不到 這一種都通常都 對呀 都看到她會 沒有什麼input 那第三位呢 就是想進來學習 因為如果我請了一個input 我明知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我覺得OK的 但是如果我請了一個位置 都可能要求 例如有些經驗 有些skills 我都會覺得 她應該沒有思考自己 有什麼可以貢獻到我們 那第二位呢 就是呢 我對這行很有控制 減薪我也願意做的 那我呢 反而都會害怕的 考這個問題 哎呀 我已經減薪了 總之一有什麼不如意 或者什麼時候 她都會覺得自己的犧牲很大 那我是有點怕 第一位 你會問一下她 為什麼要離開這間公司 那其實都 原來也挺多人會數的 就是這間公司有什麼不好 想知道怎麼壞 甚至乎 會分享公司的一些秘密 那我覺得這一種 就是最大的福 因為很大機會 到 將來他離開這份公司 都會這樣做 可能你這個 給多些東西去 task 應該是說 可以事前知道 大概你是一個什麼人 做一個 篩選 filter 但是你有沒有嘗試過 可能社交媒體去 找一下她 我記得我 IG好像找過 但是你是有嘗試過 搜尋的嗎 其實我們那時候 很正常一定會搜尋的 因為我們都 因為進得多 通常就是來到 真的一個樣子 進來做事 完全另一個樣子 但是其實很多公眾 其實本身 那間公司那些人 做什麼 或者那些人的性格 其實那些公司 是相對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其實現在 我想很多社交媒體 大家有聽過一些 可能LinkedIn 這些專業的 專業網絡網絡 其實都很容易 讓你去了解 你之後的面試 會看到什麼 但是LinkedIn 有一件事 是有時候搜尋的時候 會讓對方知道 你搜尋了它 對呀 因為我很怕被人知道 我看圖 開個假AC 因為通常 Google Results 可以看到兩行 可以追究 我就是這些 這麼賤格的方法 哇 我猜不到 那兩行你都看 對 很八卦 我的人 我看到的大部分 interview 其實很多時候 在interview之前 你會知道自己去到 要見什麼人 其實有個空間 讓你做一些 背景搜尋 做背景搜尋 當然是 你做的同事 其實對方都會做 了解自己之後 要進什麼人 或者給什麼人 所以這種 所謂的網絡 那種image 的maintenance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其實interview 你進房間那一刻 其實已經不是進房間 可以作戰 我其實 我作為interviewer 都有遇過很多 這些進來的人 好像已經和我很熟 那樣 你 我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作為interviewer 都很驚訝 覺得他們真的 有做了功課 當然 不要去到太盡 我昨天去過沙灘 他們跟我說 Ripal Space 你自己用 你的褲褲蠻漂亮的 你就是性騷擾 性騷擾人 性騷擾專業 被人騙走過 其實外資公司 很多時候老闆 不一定是外國人 但可能他們的教育背景 都是喜歡開放 開放 所以我都用很多 聆聽這種社交媒體 真的嘗試去 了解多一點 做多些研究 例如我想做某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那份工作的時候 可能哪一個是 Hiring Manager 可能自己估計一下 甚至乎是 那間公司的大老闆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是有機心 準備 看你怎麼看 所以做足這些準備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 或者是Land at a tech firm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那個開放 還未存在的時候 我已經嘗試去找到 那我就發了一個訊息 真人真事 我當時剛好聖誕 我就發了一個訊息 Larry Christmas 差不多 Close 我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a coffee with you 哇 這是真的激烈 男還是女 女士 男老闆 哦 哦 文藝書 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have a full curry with you 我當時 因為我跟她喝了這個咖啡check 嘗試去印刷她 會奉我的 passion 你做過什麼呢 我做過什麼 說得出來嗎 我給我一杯咖啡 你給我一杯咖啡 你給你咖啡 你給你咖啡 我不是咖啡 我不是吃 就是倒一下餓 打一下關頭 讓她記得我 這個是一個好好的經歷 我總是很喜歡提醒 其實她讓我跳過五六個日子 我想說這件事 我只是正正 就是我一份工作 她的PHR就是在LinkedIn找我 然後叫我去面試一份工作 最後我沒有去面試 我最終一沒有進行提出 有時間半年她還問我 Hey Carenza, you're still looking for a job 然後再給你一個領執 我問我有沒有機會再進入一次 那我也沒有,明天我正在上班 又再過了半年 他仍然在另一個設計時 他前後的HR和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的HR 他找了三個領執 問我有沒有興趣 一年之內他不斷給不同的領執 很多時候你都要先儲存 那些人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立即給他們 我有兩三個領執是對的 這個是我們常常看到 很多HR現在會這樣做 但有甚麼技巧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你 是… 我覺得經營個人品牌很重要 你們其實是相對容易被人找到 因為你們運用一個社交媒體 YouTube頻道 可能也有內容資訊 但對於一個無緣無故打工仔 其實他… 即是Google搜尋不到的人 對,所以經營一個社交媒體的 其實是對於每個人來講 我覺得都很重要 很多時候這些社交媒體 其實跟Searching Engine背後有合作 剛才你也有說到 你去找某個人 你去Google他 但其實第一個出現出來的 結果就是他的Linkedin profile 有兩項可以看到他最近的東西 是不是還在做 剛剛Ivan提及過 很多僱主都會事前去 起底 然後來檢查的是甚麼的底混 但對於我來說 我之前試過 我還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個動機 就是想知道我建議的公司 其實他們是甚麼底混 或是甚麼文化 我覺得 敏儀回想這個問題 都已經代表了 你其實考慮一個工作機會 你不只考慮他有甚麼產品 或是公司的利益要多少 你還考慮一些軟一點的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很多人 都會… 即是年輕人 我們這些都會很考慮這些東西 我自己會做的 我很關心的兩件事 第一當然是公司的背景產品 第二件事 我將來會工作甚麼人 這些其實在Linkedin的社交媒體上 其實都很容易找到 從這些人裡面 都可以討論一下公司的公司 可能你看到某間公司 每個同事都加入了三個月就離開了 那你都會有一個感覺 其實為甚麼會有這麼嚴重的流失率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會用得多YouTube 經常會見到甚麼美國蘋果Apple那些Campus 我自己本身都在這些公司的圈子裡面 或者也有見到很多朋友在這些公司 其實很多香港的美資公司 都嘗試去Copy美國有的那套Culture 包括正常基本的辦公室有午餐 有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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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甚麼時候有 餐廳可能有三、四十款零食 全部都是那些零食 很多都有健康 甚至有訓練員會經常去健康 可以去做一些教育 你可以說每天上班就 瑜伽班 衣食住行甚麼都包含 可能有時候會幫忙聘請人 其實都會令我聘請人的過程更加容易 有些人容易被印刷 很開心 可能見一見下班見到有人在外面做瑜伽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美資公司的香港辦公室 都挺常見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他們 已經厭倦了跟別人鬥高工資 就是鬥高薪金去聘請人 我們公司去做一些補充 或者吸引客人的時候 其實很喜歡叫他們來 In-Person Interview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來到辦公室 就會說 嘩 我想在這裡上班 這些都是在硬件上 嘗試去完整化 更多的公司開始用一些 可能是 Learning Material Growth的Path 給你一個視線 就是這份工作 可能我們會提供甚麼學習機會給你 而是真的投資在你身上 都期望你會繼續留在公司 那你學到一些東西之後 又可以回報 或者是 contribute back to the company 我之前試過In-過一間日資公司 你In-過這麼多公司 你先問我吧 今個禮拜寫了10份CV出去 我之前In-過一間日資的PR公司 她問我是否認識日文 我說我不認識日文 我CV也寫不認識日文 她就說不要緊 如果我不認識日文的話 公司就會給我錢去學日文 我們都要隨時做心願準備 敏儀隨時離開 都很久之前的事 我只是想讓節目豐富一點 我只是想讓節目豐富一點 我怕你沒話說而已 我們待會上次 我們就會見到敏儀 敏儀的File 上 穿了所有木燈 我們是不是要為敏儀的離開去 敏悔了 今集最後就是祝福敏儀自成功手 衝卓亞洲 Pent extended絕對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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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ded绕對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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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ded绕對Pent绕對Pent extended绕對Pent extended绕對Pent绕對Pent Ă尺 不要這樣 你做到的 不要這樣 你會做到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今日的interview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CL S 留言 讚 讚 分享 記得訂閱Pent绕對Pent 音樂的頻道 月仁無措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受訪 這個面試的人一說話就覺得他是服的特徵呢? 有聽過嗎? Sami 問錯了一條問題 為什麼你真的問錯了? 因為我無緣無故自己在這裡數第一位 第二位就很笨 這個我們要剪掉了 Sami 說的應該會有 你怕他要剪掉了